你们是快听到吗 老板你找我啊 看你这是什么啊 绅士香水 我早就想买了 香不香 你看看谁放吗 这 这是谁在各作剧吧 我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上面不是有号码吗 拨过去啊 拨 拨过去啊 拨过来啊 来到我办公室 这不是我去的 不是你还有谁 能帮忙到这里的 这不是我 你看我肚子 你看 不是你 那是谁啊 阿彪 上面有没有看到有人过去啊 哦 刚才龙龙好像过去的 啊 龙龙 不容易走这么急干嘛 我来公司看看 你们都在忙 我先回去了 我看你是来拿派币 什么快利啊 别装了 公司里知道老板的上班时间 还有我的号码的 除了你还有谁啊 好吧 倩倩 是我用你的号码 借到快递 我是看出了你对 号码的心意 又没有进展 我才想出这个办法 我们是姐妹 我都是为了你啊 天生 倩倩 我让你采购的 无线鼠标到了吗 这个吗 就是这块 可灵魂了 倩倩 快递不会真的是你寄的吧 对啊 改变你去的小房间 哎呦 吓死我了 下次别这样了 不然老板又得怀疑 我搞办公室练琴了 好了 知道了 你先进去吧 我跟我的好姐姐 柔柔 老板好好地聊聊 你借了多少 一千 你也借了 我就一千二 全都借给他了 哎 你们在聊什么呢 倩倩在公司到处借钱 你借了没 没啊 她是遇到什么急事了吗 喂 浩雅 你能借我点钱吗 没问题啊 可你能告诉我什么用吗 这个 你就别问了 是真的有急用 好 好吧 嗯 好 哎 柔柔 倩倩也问你借钱了吗 没有啊 但是她约了我一会儿见面 怎么了 她好像把公司的人都借遍了 问她什么原因 她又不说 你说她是不是遇上什么危险了吧 那我一会儿问问她 倩倩 你找我来 是不是要借钱 你怎么知道 倩倩 我跟浩雅都很关心你 你要是遇上困难 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危险 你说出来 我们才能帮你啊 你这样到处借钱 之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倩倩 倩倩 你这个锤子那样充分的 我好别致啊 喜欢就送你了 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到客厅里干嘛 我最近不是挺忙了吗 这些电子茶米放着也没用 挺浪费的 我还能卖掉了 这样子啊 那这件衣服呢 这可是你当初花了两个月工资买的 你确定也要卖掉吗 倩倩 蓉蓉 这个月的水电一共六百 我先付了啊 皇宫说涨了五百 还是十五号的桥 不是刚涨过吗 怎么又涨过 我这 怎么了倩倩 涨房租不是上星期就说过了吗 好 我知道了 昊阳 你还记得青年上次到处借钱吗 我知道 你问她原因她怎么说啊 她不肯说 她现在要把衣服电脑卖了换钱 那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啊 小姐姐 我可找到你了 你给我出来 不然我撞门了 小姐姐 我可找到你了 你给我出来 不然我撞门了 你看躲得真好啊 让我一顿好找 大男人别跟女孩子揍手 有什么事跟我说 你谁啊 跟你说得着吗 我是来找她的 我 我没躲着你呢 我都想爸爸筹钱 倩倩你为什么要给她钱啊 关你什么事 倩倩 你可不要乱说 你拿了钱你先走吧 好 这些钱我先拿着 这个东西看着不错 拿走吧 别想走 你别去让她走吧 倩倩 她到底是谁啊 倩倩 昨天那个男的是谁啊 吓死我了 其实 其实 他是我的哥哥 哥哥 那他干嘛找你要钱啊 昨天你也看到他 他把她的腿了 这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不介意他的女朋友 可是财力又太高了 那也他自己的事啊 干嘛找你啊 他小时候对我很好的 有一次我差点出车祸 他的脚也是因为那次救我而绝的 原来是这样 浩阳 昨天那个男人是倩倩的哥哥 哥哥 倩倩 他们不是你的养父吗 你当他现在差多少钱啊 十万 十万你哪里拿得出来 这样吧 我这里有点存款 我先借你五万 浩阳你个大款 你可不能小瞎 对 我也借五万 我们先把引擎的难关度过去 等等浩阳 好了啦 大家都是好朋友 重要的是今天晚上吃送好的 浩阳请客 没问题 想吃什么尽管说 我掏钱 倩倩 带充电宝了吗 手机都没电了 听说佳佳 家里给他介绍三天对象 你知道吗 知道啊 听说南方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 真的是 男才女貌 我们当户队啊 老板这么优秀 结婚 肯定也不能将就的 那倩倩 你的机会不是来了吗 机会 什么机会 家家有了相亲对象 你不是能更好地追浩阳了吗 追浩阳 那如如你呢 我跟浩阳真的没什么 上次给你解释过了呀 而且我有阿强了 可是现状情况 我担心 时机不好 爱情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 没有什么时不时机 每一个当下都是好时机 爱情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 好 谢谢你 蓉蓉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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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